好,是一条黑子吗? 洛威娜 那条狗是属于你们两个人,谁要带你们两个人? 我的 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来分享 还是这一条故事给你带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? 我好像听说你在现场 心里还是有一定犹豫的跟这个狗拍摄 你可能有大量的一些 扑啊,咬啊的一些喜 对,咬我 然后 我的背 下面 然后我的背部下面一边的位置 好 那几条戏当时你做了什么戏里建设 因为他可能要咬好去刺 其实是这样的,拍的时候呢 就是 我觉得这个戏就是有特别多的一些 特技的一些演员 帮我们试位置 就是拍我们这场戏 然后这几个人 跟我说的 你可能在那场戏 你觉得能自己上 因为我有时候我拍大戏 我就觉得没问题的,我上 没问题的,就这样 然后他说也还是看看 帮你替身帮你演一遍 演完之后我就有点犹豫了 就是我觉得 哇,有点危险 危险在哪里? 就是 我觉得人给人呢 就是他打我的背 或者是打我的背 以下的位置 我都知道他肯定是用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 他的力动的手 对 然后那是个豪奇拍的时候呢 他拍的时候 就这样把我拉下去 就是我觉得那个重 重力是我完全受不了 控制不了 所以那时候我确实 人生当中 确实有点犹豫 想用提升 但之后结果还是自己来拍的 而拍摄下来就觉得 好像应该 狗狗表现的还不错 没有那么的维持 其实我觉得拍完 重拍之后 我觉得有时候动物比人更好 就是他的专业 他有形成非常好 然后他们也有第一次见到 原来狗狗和我所有的 中国也有经纪人 狗狗也有经纪人 对 还有一些很多的工作人员 比如说他拍到 拍了七个小时了 他到点了 他 他要走了 休息了 要休息了 可能拍一两个小时 之后呢就是工作人员 就会把那个中国 大到市外的地方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要 不休息一下 哈哈哈哈 不休 不休一下 先不先的空气 我觉得好幸福哦 然后我觉得 为什么我不再这样 然后做人员 拍一两个小时 说阿伟丁不行了 他要出去 呼吸一下心间 但是拍完之后 我就觉得 就是 动物这个 戏里面的所有的动物 其实他们真的很厉害 嗯 就是刚才 啊 中文人也说了 就是猪也有镜头的 嗯 狗狗也有 为什么呢 原来他们是经历过 长期的训练啊 啊 对 因为他们训练他们的时候 就是有很多的摄影师 在装自己是摄影师 去拍他们 让他们适应 当社会的环境 所以他们在拍的时候呢 看到器材的时候 他们不会觉得很敏感 嗯 所以我觉得他们 非常专业 非常专业的动物女人 啊